今年底又要举办选举 候选人都在为选战打拼 全力跑基层 希望争取选民的支持 连任四届的台中市议员曾曹荣 这几天正在为北屯区端午节活动做准备 热情积极的曾曹荣说 选举不能临时抱佛脚 他不作秀 保持平常心 实实在在做事 他为了改善交通状况 就连道路扑驳游 改善耗制 曾曹荣都十分关心 夏天炎热的天气 他也陪着里长到处巡视地方建设 许多市民对他都相当支持跟肯定 因为曾曹荣一眼 是我一个非常好的老朋友了 真的是我们地方上有他来 为我们来把关 他为我们来服务非常的恰当 有很多男人吗? 曾曹荣议员都跟我们做庭做公益 譬如说 我们有把地方做一些低缩 做一些上涨的人 他的顺势都会公益 做庭和我都关心了我们地方 这些浴室可以做一些更快乐的地方可以更活泼的 议员真的有很用心 我们曾曹荣议员真的是非常的热心 在我们的邻里当中对他评价非常的高 曾曹荣是北屯区议员 北屯区有28万人 是全台中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区 北屯还有著名的大坑风景区 所以曾曹荣非常重视绿化美化 已经争取设立多个环保公园 而且为了发展台中市的观光旅游产业 曾曹荣也担任台中市议会花博工程监督小组的造集人 多次前往花博举办地点 了解各项工程进度 希望市府做好花博的准备工作 在整个花博这次的展览 包括整个花博博览会 在议会我们成立一个调查小组 我是这个小组的召集人 当然就整个市政府 它的进度还有经会的花博 还有包括整个管理营运上面 我们都会负起监督的责任 我相信这是一个超党派的监督 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进度都是如期完成 已经50多岁的曾曹荣议员 充满年轻朝气跟火力 像是一尾活龙 只要选民有需要 几乎是随教随到 在议会专心问证 配合市长林嘉隆做好市政工作 曾曹荣最关心教育跟治安问题 跟林嘉隆市长参与全国共佛灾生大法会 辞民市水路大法会 也经常到土地公福德庙 曾曹荣议员说 能够帮助别人最快乐 他相当珍惜跟大家的缘分跟福分 北屯区我已经当了17年的议员 这次是第五届寻求连任 在北屯区42里已经成为台中市最大的一个区域 接近28万人 这么多的人口聚集 而且很多土地也带开花 当然人们居住在这里 最重要的是整个社区的生活 公园有什么适当的运动设施 让老年人能够在公园休息 运动健身 一些幼儿的空间 一些幼儿教的空间 包括很多让社区能够运动健身的 这些设施 曹荣议员 在这一届一定会再用心的争取更多 让居住在北屯区 这些乡亲 在整个生活上面能够更快乐 更健康 北屯区土生土长的曾曹荣说 北屯区工商业发达 交通便利 有好山好水好温泉 还出产许多水果跟农特产品 他经常跟着李明一起包竹笋肉粽 煮竹笋粥 还推荐大坑美味的竹笋 希望帮助农民行销蔬菜水果增加收入 充满慈悲心又热心公益的曾曹荣说 未来他会继续为市民争取更多更大的福利 跟着大家拼经济 打造富足幸福的台中市 记者陈文旭 杨静 台中报导